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9年正式开业的 咱们说的这起命案发生在2002年 也就是开业两年多之后 那时候这海陵宾馆绝对算得上档次还可以 一个是新一个是软硬件条件还都不错 这一年的1月10号上午9点多 两个服务员一个姓周一个姓李 这小周跟小李呢 照例得每天对房间进行打扫 来到314房间的时候啊 敲门也没人硬 是不是客人不在呀 既然没人硬 那先进去把房间收拾了吧 于是呢 就把314房间的门打开 一推这门 这俩服务员呢 吓得是目瞪口呆 首先是先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 紧跟着就看见一个男人赤身裸体 倒在地毯上 血肉模糊 身上啊 到处都是刀伤 鲜血把一大片地毯都染红了 有一个碎了的茶杯就散落在地上了 这俩人吓得呀 赶紧跑了出来就去找了保安 宾馆呢 马上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法医对死者进行了一个初步尸检 死者身上的刀伤竟然有60多处 被捅了60多刀 手法极其的凶残 警方立刻展开侦查 先查住客登记表 查到这顾客登记的是叫杨连武 住在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 随后呢 警方又对宾馆的服务员进行询问 当天上班的服务员呢 叫小徐 这小徐说 1月9号晚上 一个30多 背着一个黑包 穿着黑夹克 灰西裤的男人 带着一个披肩长发 全身黑衣服的年轻女孩子 来到宾馆登记住宿 住进了314房间 第二天早上 大概五点左右 在楼梯口那 他遇见这个女孩子了 当时啊 这个女人看起来挺轻松的 也没什么异常的表现 发现尸体的那服务员小周 跟警察说 早上9点他才来上班 按照惯例 开始挨个房间的清洁卫生 把所有房间都清理完了 发现314房间一直锁着呢 这把手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那牌子 查了一下退房记录 发现房间还没退 他呢 先是往314打的电话 想问问情况 但连打两次都战线 这才叫上小李一起去敲门 敲来敲去也没人回应 这才把门打开 发现了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一幕 俩人叫来宾馆的领导 叫来保安报了警 经过勘察 警方初步认为 跟这死者一起开房的 那个黑衣女子 有着重大嫌疑 那么这黑衣女子 姓甚名谁啊 什么身份呢 因为住宿登记上啊 只登记了 这杨连武的信息 可没有留下这黑衣女子的信息啊 那就先从登记人 杨连武入手吧 说是住在朝阳区工人体育馆附近 可是查来查去 根本没有这么个人 经过异常艰难的搜索排查 终于有一个人浮出水面 这个人呢 是某报刊的主编 叫周建刚 警察呀 马上对周建刚展开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1月9号下午 周建刚接了一个电话 急急忙忙的就离开了单位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接下来就是找同事们 家人们来进行尸体辨认 最终证实死者就是周建刚 那既然知道死者身份了 排查周建刚的社会关系 能不能查出那个黑衣女子的身份呢 经过层层的筛选 终于有一个女人 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 这个女人是周建刚的助理 叫徐梅 据同事们说 一个星期之前 徐梅和周建刚吵过一架 之后说要辞职 就再也没来上过班 难道说徐梅 就是那名黑衣女子吗 此时此刻的徐梅啊 就躲藏在男朋友家里边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 已经锁定身份了 你不出来也不管用了呀 最终啊 警方顺利将徐梅抓获 被捕之后 徐梅倒没有抵抗 对杀害周建刚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那徐梅 为什么要杀害周建刚呢 俩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这得从头说起 这徐梅是湖北宜昌人 从小啊 就有着一个文学的梦想 以后就想当作家 就想做文字工作者 初中毕业之后 去了武汉学习 在这期间呢 多次向各新闻媒体投稿 也有不少文章 被一些报刊发表了 毕业之后呢 进到了湖北宜昌 葛州霸集团 工作了几年 在工作期间也结了婚 后来跟丈夫感情不合 结婚一年就又离婚了 不过离婚的时候 俩人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徐梅呀 文笔是不错 但是呢 不愿意吃苦 觉得在葛州霸集团工作 太累了 再加上那段失败的婚姻 让他感觉人生苦短呢 我还是要追求我的梦想 去哪儿追梦呢 祖国的文化中心 就是首都北京啊 我要去北京 1998年年初 徐梅呢 就来到了北京 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什么叫自由撰稿人 就你不属于任何单位 你就自己写呗 反正四处投呗 哪个发表了 那哪个就给我稿费呗 一开始呢 他是写一些文学类的内容 但也没人看 哎呀 这种严肃文学没人看 那什么才会有人看呢 就跟现在这些营销号啊 这些什么自媒体啊 搞的这些标题党似的 写点花边新闻 这个关注度高 靠这个赚取稿费 到了北京之后啊 这徐梅也没人脉 也没资源 学历也没有那么特别突出 北京这个地方最不缺的 就是人才啊 但是徐梅也有优势 第一 文笔还可以 第二 他这个表达能力很强 很聪明机灵 先后在人民日报 以及中国民航报都工作过 不过都是临时的 不是正式工 此时此刻 徐梅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成为一名报社的正式员工 因为之前在这大报社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就开始不断的关注各个报社的招聘会 2000年初 在一次招聘会上 这某报社正好要招人 徐梅呢 应聘的时候表现的还真是非常不错 这么着就认识了这报社的编辑周建刚 这徐梅和周建刚俩人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上期节目说到了 徐梅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一个报社 有份正式的工作 这一回呢 就在这招聘之中第一次见到了周建刚 要说起这周建刚啊 也不容易 也是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打拼起来的 周建刚是福建漳州人 97年到北京工作 后来经过别人介绍 到了这个报社的一个专刊 做广告业务员 在整个报社里面 这是最底层的岗位啊 但他工作能力非常强 工作业绩非常突出 为人处事也很圆滑老道 很快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广告业务员 一步一步的被提拔成了这个专刊的主编 这算是在报社立主角了 也在北京立主角了 在招聘会上啊 周建刚第一次见到了徐梅 就那一眼就彻底的被徐梅打动了 徐梅虽然结过婚 有了孩子但气质确实不错 有那种文艺女神的范儿 在跟周建刚交流的过程之中啊 一点没有因为自己是应聘者 对方是招聘方就窘迫 没有 反而是口若悬河 能说善道的 再加上有过大报社工作的经验 周建刚对他挺满意 认为他呀 挺适合做广告业务员 就跟周建刚一开始的岗位一样 很快这徐梅 就被正式招聘到了报社工作 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呀 一开始徐梅呢 倒是挺上进挺用心 他感觉自己只要努力 凭着自己的实力 各方面的能力 谈下来一些不错的业务 那是不在话下的 但是工作了一阵就发现 想着拉广告还真没那么简单 有时候费劲口舌 可是一单也拉不上来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慢慢的就有了退缩的心理 这一回呢 他就找到了周建刚 把自己遇到的问题 自己承受的压力 自己心里边的苦楚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就都讲给周建刚了 他就说呀 我不想干了 而此时此刻的这周建刚啊 早就对徐梅起了歪心思了 在这么长时间的交往之中 他也了解到徐梅 有过一段失败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但孩子没带在身边 就徐梅一个人 在北京工作生活 一看见徐梅 在那儿梨花带雨的 伤心的哭泣着呢 周建刚心里边痛快呀 要想着讨好女性 趁他最伤心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机会 周建刚呢 早就想把徐梅 调到自己身边去了 于是就劝他 小徐啊 你也不要着急 会有好工作等着你的 到了第二天 周建刚就宣布 让徐梅担任他的助理 这个结果 徐梅当然愿意啊 他在北京无依无靠的 要想着在北京扎下根来 得找个靠山 他认为周建刚 就是他的靠山 之后啊 当了周建刚的助理了 俩人呢 聊得越来越多 私下里相处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 这才得知 周建刚有老婆孩子 但老婆孩子 都还在福建呢 周建刚因为工作的原因 一年才回一次家 徐梅呢 在这聊天的过程之中 也有意无意的 经常提起来自己的婚姻 也经常提起来 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苦痛 这其实就是在 给周建刚暗示啊 俩人都愿意 一来二去的 那不就凑到一块了吗 时间一长啊 俩人跟老夫老妻似的 初双入队的 可是 真在一起之后 周建刚发现 徐梅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身上的毛病还挺多 脾气不好 跟同事们关系弄得 都特别紧张 还经常做一些 欺上瞒下的事情 后来啊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彻底的出现了裂痕 2001年年底 周建刚呢 有事要去外地出差 利用周建刚 出差的这个时间 徐梅利用和周建刚的关系 私自把自己在北京东郊市场 做小生意的姐姐 招进了编辑部了 她呢 就觉得姐姐天天吃苦受累的 收入也不高 到了报社 总比自己做小生意强啊 但到了报社 你得有能力啊 有表达能力 有采访能力 有文笔 她姐姐没干过记者 没干过编辑 这些工作能干吗 能干不能干 无所谓 不光招进来了 徐梅还给了她一个头衔 首席记者 在媒体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 甭管是在哪个媒体 要想着混上首席 难上加难啊 那是一篇一篇好稿子 一档一档好节目 一个又一个的奖项 才可能挣到一个首席的头衔呢 她姐姐都不会干 进来就首席 徐梅就认为啊 自己是周建刚的情人 这是小事 周建刚肯定得给面子 她把这事想的太简单了 这可不是小事啊 周建刚回来一看 我的个怪怪 我这出差几天回来 这算是天经进口了 还多个首席记者 给她气的呀 她特别反感 徐梅利用和自己的关系 在报社里面指手画脚 尤其这件事情 做的太过火了 周建刚认为 徐梅已经严重影响了 自己的前途 甚至会毁了自己 徐梅见周建刚也不给面子 他这脾气也上来了 什么难听往外说什么呀 徐梅发火啊 还不光是周建刚不给他面子 还有别的原因呢 因为交往的时候 他才发现 周建刚特别花心 在外边可不光只有他一个女人 还跟很多女人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说白了 他在周建刚的心里 也就是众多情人 其中的一个 这是恩分之一 徐梅很失望 很痛苦 他认为周建刚是利用权力 在玩弄他 不是真心的爱他 在这次争吵之中 徐梅把怒火都释放了出来 俩人吵的那个凶啊 在争吵过程之中 徐梅还威胁周建刚 你不要以为你那些事 能瞒得住别人 你就是个流氓 会有人收拾你的 周建刚自己也知道理亏 外边男女关系这么混乱 真被捅出去 那是工作家庭都保不住啊 不过呀 周建刚对于徐梅私自招人这事 还是摆出了公事公办的样子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你就等着领导找你谈话吧 徐梅一听这个更生气了 一怒之下 拿起周建刚办公桌上的水杯 就泼在周建刚脸上了 周建刚一看 好家伙 敢这么对我 你疯了 你这个疯女人 谁沾上谁倒霉 打这儿以后 俩人就谁都不理谁了 徐梅啊 原本指望借着周建刚这台阶 顺杆往上爬 可是 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 把自己全身心的都交给周建刚了 而周建刚之前给他的承诺 哪个也没实现 后来周建刚跟徐梅关系紧张之后 甚至还对徐梅百般压制 有时候徐梅辛辛苦苦拉过来的客户 周建刚轻轻意义的一句话 就把他这广告给他断送了 周建刚在徐梅的心里一步步的从领导变成了情人 最终转变成为了仇人 他认为周建刚就是个伪君子 他想报复周建刚 他的这种报复心理越来越强烈 而在这时候又有意外情况 上期咱们说到了 徐梅心里边对周建刚已经是由爱生恨了 周建刚之前答应的那些事啊 是一件也没办成 而就在这时候又有意外情况了 徐梅发现自己怀孕了 不用说呀 只跟周建刚睡过呀 这肯定是他的孩子呀 这一下徐梅更恨周建刚了 他呀 已经下定决心 我要让周建刚付出血的代价 02年1月份 他专门去买了一把刀 然后把怀孕的事情打电话 告诉了周建刚 让周建刚想办法解决 周建刚一接听电话 听说怀了孕了 怀的是自己的孩子 一开始不信 到后来有点信 再到后来越来越信 哎呀 不行啊 这要真怀孕了 这事让人知道了 我这辈子算是玩完了 我的家庭也保不住 我这事业也算到了头了呀 周建刚啊 就想着先安抚徐梅 把他哄下来再说 1月9号晚上 周建刚给徐梅打电话 就约他出来 好好地谈谈 一开始呢 徐梅不同意 但后来一想 这事迟早得有个结果 最后就答应了见面 其实啊 徐梅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说他还是那副嘴脸 那咱就同归于尽 徐梅呢 把刀子也都揣好了 就来到了北京南里市路上的爱德雄快餐店 周建刚早就在这快餐店里等着呢 见徐梅一来 周建刚难得的表现得很温柔 徐梅已经很久没见过周建刚这样了 张建刚呢 跟徐梅说 徐梅啊 我个人感觉啊 对于你来说 去上海发展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我能够帮你协调这件事情 但是去上海之前 我还是要确定一下 你说的那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想看看对方是不是真怀孕 那你去医院不得了吗 但这周建刚啊 哎 他决定另辟蹊径啊 找个安静的地方 自己测测 徐梅倒是答应的也挺痛快 俩人呢 很快打了一辆红色的下历出租车 沿着长安街一路往西开 就来到了御泉路上的海陵宾馆 到了宾馆以后 周建刚用了杨连武的假名字 登记了一个房间 俩人就入住了314房间 进了房间之后 周建刚还有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徐梅啊 我知道前两天 领导找你谈话了 你都跟领导说了些什么呀 徐梅呢 态度很冷漠 你管不着 没说什么 周建刚一看 套话也套不出来 也没多问 之后啊 这徐梅坐在床上看电视 周建刚呢 哎呦 还是表现出来那个暖男的模样啊 蹲在徐梅身边 假装给他系鞋带 然后趁着徐梅不注意 一下子把徐梅压在床上 想强行发生性关系 这时候徐梅拔出来了 早就准备好的刀 你别碰我 你再碰我 我就死给你看 周建刚一下也愣住了 我的天哪 跟我见面还带着刀来的 愣了一下 一把抓住了徐梅拿刀的那只手 顺势把这把刀可就夺了下来 然后用刀指着徐梅的脸 强行的和徐梅发生了关系 完事以后 周建刚也累了 呼呼的 就睡着了 俩人哪 开的是一间标间 这徐梅躺在另一张床上 就盯着张建刚 俩人认识之后一幕一幕 这周建刚对不起他的事情 一打一打的全想起来了 到了一月十号凌晨两点左右 徐梅还没睡着呢 心里面哪 已经是愤怒不已了 拿起刀来 走到周建刚身边 对准周建刚的胸口 毫不犹豫的 噗哒 就捅了下去 周建刚惨叫一声 挣扎着站起身来 拿起一支茶杯 朝徐梅砸过来 徐梅也不示弱呀 随手抓起旁边的暖水瓶 朝周建刚扔了过去 周建刚啊 最终因为失血过多 倒在地上 逐渐可就没有气息了 徐梅看见周建刚不动了 这心里边的恨 还没发泄出去呢 跟疯了似的 拿着刀子 在他的身上乱戳 他也不知道 到底捅了多少刀 直到累得动不了了 这才停下来 等稍微冷静下来之后 看看血肉模糊的周建刚 他开始害怕了 我的天哪 发生了什么呀 我杀了人了 他赶紧用湿毛巾 把身上的血擦了 又把周建刚的东西 搜了一个遍 拿走了周建刚的证件 和一张建行的龙卡 凌晨五点左右 他打开314房门 四处张望了一下 把房门关上 把请勿打扰的牌子 挂到门把手上 就迅速离开了 在楼梯口 遇到了值班的服务员 这事儿 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 走出宾馆之后啊 须没感觉后悔 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他完全没有头绪了 坐上一辆出租车 就回到了住处 趁着天还没亮 把沾满血迹的衣服 周建刚的钥匙 工作证名片 都装在黑色塑料袋里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带上行李 打车去了男朋友小五的家里 听到这儿您该说了 他不是周建刚情人吗 怎么还有男朋友呢 其实早在跟周建刚 发生那种关系之前 他跟小五就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已经是恋人关系了 可让小五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几个月之前 一直跟他同居的徐梅 突然消失了 之后小五一直和徐梅联系 希望徐梅能再回到自己身边 但徐梅也不搭理他 没想到这回竟然自己回来了 徐梅一到家里边就跟小五说 我终于把周建刚干掉了 他一次次欺负我 活该他死 小五 我在你这藏两天 行吗 小五是真的爱着徐梅 但徐梅也想 总在这一直藏下去 也不是办法 对了 周建刚的卡还在我手里呢 于是用小五的照片 办了一个周建刚的假身份证 然后去建行长安之行 把龙卡挂失 想一个星期之后取出现金 再从北京逃走 可没想到 警方追查线索很快 找到建行 通过营业厅的监控录像 锁定了小五 随后从小五家里 将徐梅抓获 在审讯室里 徐梅承认自己杀了周建刚 但他始终认为 是因为周建刚先伤害了他 他才起的杀心 2002年6月份 徐梅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 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不久之后 徐梅因故意杀人罪 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欢迎收听大安纪史 我是吕鹏 老刘啊 是北盟他们监区 所有老年犯里边 过得最滋润 最舒服 最让别的犯人羡慕的一个 直到他试图在监狱里边 再次杀人的那一个晚上之前 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 老刘呢 个子不高 挨挨胖胖的 很有几分富态 平时看到他的时候啊 总是坐在窗边 手里抓一把零食 也不跟人说话 就是瞇着眼睛笑 神态就像极了 大家平时看到的家门口开小卖铺啊 开那些小吃店啊 特别和蔼的那种胖老板 老病残监区呢 不用劳动 老刘也不太识字 也就不爱读书看报 平时啊 最喜欢招呼人吃东西 别人呢 每个月开大仗 额度总是紧紧巴巴的用着 大头都是用来买生活用品 内衣内裤 本子呀 笔呀 这些东西 剩下点零碎钱呢 买点零食 打打牙记 他却好 每个月四百块钱 清一色的 全买了吃的 从小蛋糕到海苔片 下饭菜到茶叶蛋 每回茶寝 老刘那箱子里啊 活脱脱 就是一个监狱里边的小饭店 别的犯人最羡慕他的 就是这一点 不是他用不着买生活用品 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 别的老年犯进来 儿女半年能来看一次 这就算是孝顺的了 至于觉得丢脸 从犯人进来到刑满释放 只管寄钱保障生活 一回都没出面见过的 大有人在 老刘的女儿不一样 每个月接见的时候啊 十次有八次 人都得过来 最多呢 隔个一个月 兴许有事情 来不了 下个月准来 而且他从来就没空手来过 都是大包小包 拎满了东西 这个月 带点内衣内裤 下个月 就带几本解闷的 盗版的那种 大布头的小说 老刘自己不看啊 可这小说本身 在监狱里边 是和方便面相焉 并称三大通货之一的 能给老刘跟其他犯人呢 换来不少的好处 老刘呢 刑期长 北盲来的时候啊 据说老刘已经做了六七年了 他呢 也不归北盲分管 也从来不闹事 北盲呢 也就一直不知道老刘的罪名 看他的样子呀 估计也就是 行贿之类的经济性犯罪 直到16年3月份的时候 老刘申报了那一批次的减刑 北盲这才第一次 打开了他的卷宗 抽出档案来 北盲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把档案放回袋子里 翻到正面 清清楚楚 写的就是老刘的名字 北盲犯了嘀咕了 又重新抽出来 核对了照片和信息 终于才确定 没搞错 这真的是老刘的案底 老刘啊 是故意杀人罪 卷宗上呢 写得清清楚楚 八年前 他在家里边 用一把水果刀 活生生的乱刀 捅死了自己的老婆 也就是他女儿的亲生母亲 趁着老刘做减刑的机会 北盲找老刘呢 谈了一次话 北盲对着卷宗 问他的时候啊 有点小心翼翼的 就怕触碰到老刘 某些敏感的神经 可没想到的是 老刘虽然有些木讷 可是啊 跟北盲聊起天来 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而且一点也不避讳 自己杀人的往事 老刘说呀 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老婆 不是娶来的 而是走了运 捡回来的 老刘年轻的时候呢 矮小 又黑又瘦 长着一张赵本山小品里边 说的邪靶子脸 加上父母早逝 家里边又穷 这是村子里边 出了名的困难户 到了二十八九岁 还是光棍一条呢 村里的老主任呢 惦记着他 给他呢 说过几次没 可是女方不是嫌他矮 就是嫌他穷 见了第一面之后 连个愿意再见 第二面的都没有 久而久之 连老刘自己都断了心思了 寻思着呀 就这么干脆 打一辈子光棍得了 可是他放弃了 村主任偏不信这个邪 终于有一天呢 他兴冲冲的 又一次敲开了老刘家的门 老刘开了门 主任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小刘 我问你 你对人女娃子 有啥要求没有啊 哎呀 主任 都是人看不上我 还能有我挑人的时候啊 是个女的就成了 得嘞 有你这句话 那这事啊 就能成 老刘有些迷糊 被村主任拉着进屋坐下 三言两语这么一聊 这才知道村长啊 真给他找了一个愿意嫁的姑娘 不仅愿意嫁 长得还漂亮 是县城里边出了名的俊俏 老刘不敢相信这种好事啊 赶紧拉着主任说 主任主任 人家姑娘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你跟我说清楚 不然这么天仙式的一姑娘娶回家里边 我这不安心呢 哎 村主任呢 这才叹了口气 说了实话 原来那姑娘啊 是给人破了身子了 姑娘呢 家住县城里边 二十出头 长得虽然好看 但是名声很差 作风呢 也不怎么正派 整天喜欢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青年 在街上胡搞瞎搞 就在年前 被传出来 给一个流氓搞大了肚子 那流氓呢 拍拍屁股远走高飞了 那姑娘没办法 只能一个人去医院里边 把孩子就给打了 这姑娘也知道羞愧啊 本来呢 想瞒着父母朋友 一个人把事办了 可县城就这么大的地方 那个年代啊 又不行做这种手术 更何况还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 一来二去 很快传得满城风雨 沸沸扬扬 当妈的呢 心疼女儿 听说这事以后啊 抱着姑娘都哭成泪人了 可她爹是个火爆的性子 硬是把身体虚弱的女儿赶出了家门 说丢不起这个人 让她呀 有多远滚多远 这辈子你别让我再看见你了 那姑娘没处去呀 只能就先暂住在姑姑家里边 姑娘的母亲呢 一边在家里边劝丈夫 一边放出话来了 招女婿 不要彩礼 不用倒插门 只要老师本分不嫌弃女儿 对女儿好 他们家也就愿意认了 老刘一听这话 顿时放下心来 他跟土地打了小半辈子交道了 村子里边的人呢 就爱聊一些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所以呢 他成天的听人过嘴瘾 自己从来没试过 对破了身子也没什么概念 反而觉得女孩可怜 他拍着胸脯 跟村主任保证 愿意娶人家姑娘进门 只要他不嫌我穷 不嫌我丑 不嫌我是农村人 我也就不嫌弃什么流言蜚语 我愿意俩人 一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主任见老刘态度挺好 也喜上眉梢 当场啊 拍着胸脯就保证 去替他给人姑娘家说道说道 一定让你把这媳妇娶进家来 就这么着 一来二去 没过俩月 老刘就真的把人家姑娘捡回家了 老刘说呀 他第一眼对他老婆的印象 是瘦 白 神色寡淡 跟个活死人似的 初春的季节 还裹着厚厚的大衣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可即便这样 老刘左看右看 都觉得姑娘长得跟天仙似的 他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哎呀 我这不是做梦吧 哎呦 还挺疼 不是做梦啊 开头俩礼拜 姑娘躺在老刘家里边 没跟老刘说过一句话 没跟他对过一个眼神 更别说圆房了 老刘这人呢 脸皮薄 也不敢开这个口 只知道每天前前后后的伺候着 乐得屁颠屁颠的 他说呀 人城里姑娘到乡下来 又嫁给他这么一个又穷又丑的老光棍 他能有什么说的呀 更何况人姑娘不闹着要走 已经是急懂事的了 他照料照料自家媳妇 那不是应该的吗 可没过多久啊 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不知道是谁传了出去 很快村子里边茶余饭后 都说起了老刘老婆以前的那些闲话 一传十十传百 越传越难听 都说老刘捡了个破鞋回家 还当宝贝似的供着呢 渐渐的 村子里边有些闲汉呢 就开始有意无意的 守在老刘家门口 隔着窗户 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 大概啊是听说了这姑娘的过往 又图那姑娘长得漂亮 就动了歪心思 那姑娘躺在床上 也不说话 只是泪珠子 断了线事的往下掉 哭得整个人呢 都在那一抖一抖的 老刘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啊 顿时发了狠 于是呢 拎着墙脚做浓活的钢叉 就出了门了 他本来在村子里啊 是出了名的老师人 怂怂懦懦的 个子又瘦又小 手里刚插 都快有他头顶高了 可这么往门口一站 往外头一瞪眼 嘿 傻气腾腾 他呀 不会说话 翻来覆去就一句 你们这群B样的东西 再欺负我老婆试试 几个闲汉的 第一回看见老刘这么生气 又看他手里刚插 明晃晃的 心里边也害怕 三三两两 骂骂咧咧的 很快也就散了 老刘又守了半天 见没人回来 这才进了屋 刚把钢叉放下 却听见人姑娘开口了 跟他说了这么多天以来的 第一句话 你刚刚说的 都是真的 老刘也不记得 自己刚才说什么了 好像只是骂了那些 闲散的混子罢了 就点了点头 那姑娘又重复了一句 要是他们再来欺负我 你敢不敢真痛他们 老刘心里头啊 好像有股火烧起来似的 把头一杠 有什么不敢的 他们敢再来 我就一插一个 我都给他们捅死 那姑娘听了这话 看了老刘两眼 又低下头 哭得更凶了 老刘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以为自己又说错话了呢 急的是抓耳挠腮 那姑娘哭了一阵子 这才缓缓抬起头来 要是这样 给你当老婆 我也认了 老刘说呀 那天晚上 才算是他跟他老婆 第一次真正的做了夫妻 那一整宿 他都没能睡着 躺在床上 看着身边的姑娘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谁敢再欺负他 我一定把那人给弄死 可那时候老刘 怎么也没想到 二十多年后 他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竟然就是他的老婆 一年多之后 老刘的女儿 孤孤坠地 村子里的生活呀 平平淡淡 那个姑娘 自从跟了老刘之后 几乎从来不出家门 平时呢 也沉默寡言 一个月呀 都跟老刘说不上几句话 就是闷头操持着家务 说不说话 在老刘看来也不打紧 重要的是 自己终于有了个老婆 从那以后 他在外边干活 都好像多了几把力气 每天忙得没开眼笑的 兴许呀 是痞疾太来 很快 老刘就转了运了 那一年呢 户口政策放松 村里人都知道 城市户口好 一个个削尖了脑袋 想往城里钻 老刘却走了运 沾了老婆的便宜 轻轻松松的全家搬进了城里 原来这两年下来 他跟老婆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又生了孩子 逢年过节的时候啊 老刘都主动带着老婆 去娘家呀 孝敬岳父岳母 老丈人本来看不上老刘又穷又丑的 可日子一长 觉得这小伙子呀 踏实本分 又孝顺 比起那个惹是生非的女儿 那是强得多了 更何况人家清清白白 不嫌自己女儿以前的肮脏事 真心实意的对她好 也对我们老两口孝敬 这么好的女婿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哪有嫌弃的道理啊 再加上外孙女 伶俐可爱 样子倒有七八成 想她妈妈 没沾上老刘的样貌 更是讨喜 所以老人家呀 趁机脱了关系 把老刘的户口从农村 落到了城市来 从此名正言顺的 成为一个城里人 进城以后呢 老刘在岳父岳母的支持之下 开了一个小卖铺 守在家门口 虽然说赚不到什么大钱吧 可混个温饱 那是绰绰有余 比起在村里种地的日子呀 自然是安心踏实的多了 可不知道 是不是命运弄人呐 进城之后没几年 岳父就查出重病 撑了小半年吧 撒手人寰 去世了 岳母呢伤心过度 第二年紧随其后 也死了 二老这么一走 留了一套老宅子 给老刘一家三口 还有半辈子的积蓄 按说得了房子得了钱了 日子该越过越好才对呀 可出乎老刘意料的是 有些事情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变化 没过多久 老刘就开始觉得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了 二老还在的时候 跟他们住在一起 老婆害怕父母就是重提 不敢太多的和以前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交往 可二老一走啊 一来没了约束 二来压抑了这么多年 三来手里又多了不少闲钱 老婆呢 就开始频繁的出入一些不那么干净的场所 跟很多往日的街头会会又熟悉了起来 一开始啊 他先是见了一些往日的朋友 有男有女 他们呢 都很感叹啊 怎么你变化这么大呀 就只听说呀 他在当年那件事之后 嫁到了乡下 可没想到 他竟然变得真的跟个村妇一样 老婆第一次听完这些话回家之后 背着墙 生了一宿的气 没跟老刘说一句话 小聚了几次 这种话听多了 他也渐渐开始变了 实行的流行服装 烫头 一些花哨的装饰 开始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老刘呢 也没当做一回事 还夸老婆变好看了 脸上还有些光彩呢 可老婆对他的夸奖啊 既不屑一顾 又隐隐的 有些嫌烦 他开始不愿意跟老刘一起出门了 越来越少回家 甚至偶尔在街上遇见的时候啊 往往是扭着头走开 装作不认识老刘一样 老刘这心里边酸溜溜的呀 他不是个滋味啊 他想着啊 在村子里的时候 村里人用那么难听的话说他 他躲在家里一两年 不敢出门见人 可自己从来没有不认他过呀 现在好了 回到城里啊 轮到他不愿意认我了 老刘看过老婆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穿的红红绿绿 烫着老刘看不懂的发型 在那个满大街都还是灰扑扑的 少见色彩的年代里 这些自由潮流的冲击呀 像是一根根刺 深深的扎进了老刘的心里 让老刘又愤怒又自卑 九十年代初 正是国家处于性资性赦的重要关头 大量的资本涌入到市场之中 混乱和无序充斥着时代的主旋律 录像厅游戏室卡拉OK 就跟雨后春笋似的 出现在那个小小县城的街头巷尾 留下了老婆和朋友们 无数的欢声笑语 香港 深圳 奢侈品万元户 这些让老刘感到困惑的 听不懂的词 越来越频繁的挂在了老婆的嘴边 老刘开始渐渐觉得 身边这个早出晚归 浓妆艳抹的女人和记忆里 在乡下小屋里的那个妻子 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 她试着指责过老婆 让她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可话还没说到一半呢 就被老婆带着不屑的语气打断了 你吃在我家 住在我家 户口也是我爸妈给你搞的 你现在倒冲起大头算了 管上我了 我爸妈留给我的钱 我不花 难道留给你花呀 老刘顿时可就没话说了 确实啊 他能进城 有房子住 有小麦铺开 都是二老刘给他的 他打心眼里边啊 觉得自己是欠人家的 用村里的话说 跟倒插门也没什么两样了 一个倒插门进城的穷女婿 还有资格多说这些吗 几次三番之后 老婆甚至连这样的话都懒得对老刘说了 在他的眼里啊 好像压根就没有老刘这个人的存在 老刘就跟一团空气似的 老刘说呀 他其实心里清楚 衣服可以买新的 首饰可以换好的 化妆 打扮都可以让老婆变得仍然跟年轻时一样 好像他从来就没有过那两年乡下的苦日子 一直都是这么光彩照人 时尚靓丽 可只有老刘和女儿 像是两个无法抹除的耻辱印记 提醒着他和所有人 他未婚打胎 他被赶出家门 他嫁给过一个又老又穷的农村光棍 既然抹除不掉 那就只能装作熟视无睹 老刘经常想 也许当初要是不进城就好了 那样的话 很多人很多事 或许都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背景离乡来到了陌生的城里 老婆又渐渐的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 老刘的一颗心 慢慢的全都记在了唯一的牵挂 女儿身上 老刘特别疼他的女儿 在农村的时候啊 他每天种完地 都会早早的回家跟女儿一起玩 带着女儿打水漂 爬树掏鸟蛋 夏天抓知了不骂着 还会用草编成小马小狗 逗女儿开心 后来进了城里 女儿要去上学读书 老刘起得早糟的 给女儿做好了早饭 送女儿上学 然后才回来开店 等到傍晚的时候 快到学校放学的时间 老刘一定会关一会儿店 亲自去接女儿回家 有时候啊 给他带一块糖果 有时候呢 是带一根冰棍 父女俩就这么手牵着手 女儿蹦蹦哒哒的 背后的小书包一晃一晃的 女儿讲这学校里发生的故事 老刘呢 就点着头 恩恩压压的在那听着 就这么着 一条长长的放学小路 老刘一手把女儿送上了初中高中 最后被省里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录取 成了老刘家第一个光宗药祖的大学生 老刘说呀 直到进了监狱里 他晚上做梦的时候 还经常梦见县城里的那条槐花小道 夏天 炙热的阳光从树荫里洒下来 女儿背着小书包 她呢 牵着女儿的手 就这么走啊走啊 永远走不到尽头 可实际上 那些年呢 老刘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尽管没有证据 可他很清楚 老婆早在外面有了别人了 他听人说过 那是一个中年光头混混 手下有两三家录像房的收入 还收了几个小弟 整天穿着一身皮夹克和牛仔裤 在街上呼风唤雨的很有些威风 有不少人看到 老刘的老婆 跟他走在一起 去唱歌 去游戏厅里看场子 甚至去赌场里边玩上几把 老刘呢 其实自己去偷偷找过一次那个男人 他想跟对方讲讲道理 可是在录像厅外头 他就被男人的小弟拦了下来 老刘啊 也不好意思提到自己的身份 只是说找男人有事 可那几个小弟呢 明显误会了 以为是道上的小帮会派来砸场子的 一脚把老刘踹翻到了地上 从腰里啊 可就拔出刀来 明晃晃的刀背 还打着老刘的脸 问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那一刻呀 老刘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羞辱和畏惧 有那么一瞬间 他像是回到了在村里的那一夜 想要再次从屋里拔出钢 插一插一个 把眼前的人都捅死 可下一秒 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女儿的脸 他如果杀人了 那女儿呢 女儿怎么办 他妈妈会管他吗 答案呢 像是明镜似的 映照在老刘的心里 就这样 他低下了头 在那几个年轻惚惚的嬉笑声里 像是一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 灰溜溜的逃离了那家录像厅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管过老婆的这件事 他说呀 那些年他干脆全当老婆早就去世了 只留下他和女儿独自过祸 女儿没让他失望 大学毕业之后 女儿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很快又和长跑四年的男朋友结了婚 对方是书香门第 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呢知书达理 老刘觉得自己在亲家面前 有点抬不起头来 又是自卑又替女儿骄傲 看到女儿在结婚照上笑颜如花的样子 他打心眼里边替女儿感到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 没过两年 他不去找老婆 老婆却开始缠上了他们父女俩 原因很简单 老婆手里啊 终于没钱了 这几年下来 跟那个男人混在一起 老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染上了赌博的瘾 老丈人两口子留下来的钱全都砸了进去 老刘这些年赚到的钱 除了省吃俭用 攻击女儿之外 也大多被他搜刮的七七八八 小卖铺在前几年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早就卖掉了 除了给女儿交学费 剩下的钱都被老婆存起来 也不知道存到哪去了 老刘没办法 只能自己就近找了个保安的工作 每个月呢 勉强挣点钱 够自己吃自己穿的就得了 眼看着从老刘这刮不出什么油水来 老婆就把目光全投到了女儿身上 她开始变着法的跟女儿要赡养费 起初的时候啊 女儿还愿意给一些 可这些钱来的快 去的更快 没几下就被他丢到了地下的黑毒厂里面了 很快女儿也不愿意再把钱给他了 而是转而都偷偷摸摸的给了老刘 让老刘收好了 千万别让他妈知道 但老刘藏不住钱 更藏不住事 很快这件事啊 就被他老婆发现了 老婆把钱一把全抢走了不说 更闹到了女儿家门口 打滚撒泼 说女儿不孝寻死觅活的 最后闹得周围邻居报了警 女儿在派出所里又给了他一笔钱 这才算了事 那一次 老刘二十几年来 难得的鼓起了勇气 跟老婆翻了一次脸 他跟老婆说了 你要钱可以跟我要 别去破坏女儿的好日子 话还没说完呢 老婆一巴掌就打到了他脸上 气 脑肿 你要是有本事 就多赚点钱养家 每个月就赚这么几个子 还好意思跟我说三说四的 老刘的火顿时就蔫了 老婆理都没理 他甩头就走出了家门 老刘心里憋屈啊 这些年来 他不是没想过离婚 可是每次一想到女儿 他就又舍不得了 他怕离婚 让女儿被人嘲笑 更怕女儿没有了妈妈被人欺负 他总是想 好活赖活都是一辈子 也就这么过去吧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有杀人的一天 更没想过不止杀一次 老刘说呀 他动手的那天晚上 是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 他交了好运 老房拆迁 补了他一套房子 还赔了不少钱 按说这笔钱该给他老婆 可那段时间呢 老婆不知道去哪鬼混了 工作人员都是街坊四邻 从小长大的 认得他留书 就干脆把预付款交给了他了 他还没想好 是自己藏起来 还是给女儿 老婆呢 就听到了风声杀回了家里 回到家的时候 老婆的眼睛红通通的 不知道几宿没睡觉了 一身酒味混合着烟臭味 二话不说 劈手就把钱从老刘手里抢了过来 就这点啊 老刘点了点头 本来只是预付款 给的自然不多 可老婆不信 他打定了主意 一定是老刘把大头给了女儿了 他指着老刘的鼻子骂了一通 一边骂一边扬言 要去跟女儿要钱 老刘一听 顿时就慌了神了 女儿前几天呢 给他打过电话 说着说着就哭了 这半年来啊 他妈像是牛皮糖一样 沾上了他和他丈夫了 陆陆续续讨要了不少钱 他丈夫已经一忍再忍了 上次闹到派出所之后 丈夫终于忍无可忍 觉得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这段时间呢 聊过几次 如果再这样的话 宁可离婚 也不伺候这种无底洞一样的丈母娘了 老刘拉着老婆的衣服 赌咒发誓 说我绝对没给女儿半毛钱 可老婆不理他 踩着高跟鞋 咚咚的就要出门 那一刻老刘的眼眶也红了 他好像听到了女儿电话里的哭腔 女儿哭着跟他说 爸求求你了 管管妈吧 他再来缠着我 我这个家也要散了 老刘站起来 抢先一步 站到门口 咔嚓就把门给锁上了 老婆瞪着他 你他妈的给我让开 老刘摇了摇头 半天憋出来了半句话 你别去找他 老婆的火气一下子又上来了 看看你这死德行 你女儿跟你一样 都是半死不活的孬种样子 我今天还就跟你说了 我他妈一天不死 你就得供着我 那小婊子也得供着我 你们老刘家欠我的 我是他妈 我跟他要钱 他敢不给 反了他了 说着他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抓着老刘的头发 把他扯到一边去 老刘没有再说话 窗外风雨声越来越大 伴随着雷电交加的斯明声 老刘说那一刻 他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想什么了 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了头 满脑子都是女儿小时候的那张脸 哭着喊爸爸的样子 他擦了擦脸 走进了厨房 拎了一把水果刀出来 老婆没有出门 而是背对着他 站在门口打着电话 不知道在跟电话那头说着什么 老刘只记得 他的声音很尖锐 歇斯底里像是一个陌生人 老刘没有犹豫 像是凭借着某种本能一样 一把把他摁在了墙上 然后一刀顺着后腰就捅了进去 伴随着女人的痛嚎声 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老刘最后啊 其实没能把这个故事给北盲说完 这又是为什么呢 老刘本身他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后来在监狱里面 为什么又差点杀了另一个人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老刘跟他的老婆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终于矛盾到了顶点了 老刘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拎了一把水果刀出来 趁着老婆在那打电话歇斯底里的时候 一把把老婆摁在墙上 然后啊 一刀又一刀顺着后腰就捅了进去 老刘最后啊 其实没能把这个故事跟北盲说完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亲手杀死妻子的刺激太大 这些年他其实是有些犯糊涂了 尤其是在跟北盲讲这段往事的时候 总是翻来覆去 喃喃自语 说到最后那个晚上 说外头下着大雨 他怎么一刀一刀捅下去的时候 整个人眼神空洞 双手挥舞着 北盲赶紧打断了他 生怕这段回忆刺激到他 让他病发 后来啊 御医跟北盲说 老刘有轻度的老年痴呆 不严重 听说是受了刺激之后 变成这样子的 平时说话做事都看不太出来 就是单纯有点呆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北盲看了档案 这次减刑之后 老刘余下的刑期还有不到两年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老刘应该很快就能出去跟女儿团聚了 可北盲没想到的是 再次跟老刘谈话 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 那天呢 北盲跟在文教身后 负责做询问笔录 老刘戴着手铐坐在铁桌子前面 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文教敲了敲桌子 老刘 你这还有半年多就醒满了 你跟我讲讲 你是怎么想的 老刘闷着头 也不说话 文教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 老刘 这是杀人 你知道在里头杀人要怎么判吗 所有减刑全部取消 而且起码加刑三年 这还是你运气好 没真把小盘给杀了的情况 你脑子是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 老刘的身子开始颤抖了起来 北盲明显察觉到 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文教 老刘有点不太对劲 北盲说完 文教的神情也紧张了起来 他挥了挥手 门外的御医和特警队小组都保持警戒 随时准备进来 把老刘送到医院 可老刘没有病发 他只是那么勾搂着身子颤抖着 紧紧咬着牙关 嘴里含糊不清的念叨着 不要欺负我女儿 我给你拼命 我给你拼命 不要欺负我女儿 后来北盲才知道 老刘再次杀人这件事 是一场嘴剑引发的血案 差不多半年之前 一次家属接见的时候 老刘的女儿 被一个刚进来没多久的小年轻 给盯上了 接见结束之后 那个小年轻啊 就隔着玻璃 冲老刘的女儿吹口哨 老刘呢 还是呆呆的 没明白那个小年轻是什么意思 旁边已经有犯人 开始阴阳怪气的起哄了 哎哟哟 老刘啊 你命好啊 要多个便宜女婿喽 小潘子是强奸进来的 强奸你知道吗 他看上你闺女了 老刘这才明白过来 双手挥舞着急忙要说话 可那个小年轻 得意洋洋的 抢先问他 老刘 你闺女是你亲生的吗 跟你一点也不像啊 这么漂亮 随他妈呀 老刘急了 举手就要报告警官 周围的犯人呢 不紧不停 一个个的都笑得更开心了 哎哟老刘你完蛋喽 你女儿肯定是逃不掉了 小潘的鱼行啊 还不到一年呢 他肯定被你先出现 你女儿啊 要让他给睡喽 哎 我说老刘 你还不让他赶紧孝敬孝敬你这个便宜老丈人呢 老刘急的跳脚了 哇哇乱叫 当时负责现场的王教到了之后 听了前因后果 狠狠的把那个小潘批评了一顿 让他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 否则立马扣分 小潘嘴上嬉皮笑脸的答应了 可从那以后 他开始动不动的就拿老刘开心 老刘 你缺个女婿吧 哎 要不我给你占个便宜 我喊你生爹 你让你女儿陪我睡两晚行不行啊 哎 老刘 下回你女儿什么时候接见呢 带我一起去看看呗 我说老东西 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啊 我还跟你说 等我出去之后 你女儿 我是玩定了 老刘因为这事 报了十几次警 可一来没有证据 监控录像听不到声音 小潘每回呢 也都若无其事的 在老刘边上小声的说 二来呢 小潘确实什么也没干 别的犯人图开心找乐子 都跟着起哄 所以啊 监狱也没有办法 只能多次警告 北盟后来查过那个小潘的卷宗 他有癫痫史 所以进了北盟他们监区 并不是什么强奸犯 只是盗窃进来的 判了两年不到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嘴巴不甘不敬 别的犯人趁机拿老刘取乐罢了 眼看着监狱拿小潘也没办法 老刘开始急了 还有一年多刑期的他 开始主动报名参加劳务 打扫厕所 甚至推饭车倒垃圾 想要争取加分早日减刑 可是他年纪毕竟大了 干活干不过小潘 加上本来小潘的行期就短 他辛辛苦苦憋了气 拼命干了半年 最后还是没赶上 让小潘比他早了三个月 刑满释放 小潘要走的前一个礼拜 还不忘故意耍老刘开心呢 老东西 等我下回来见你啊 你女儿就该给你多生个小外孙了 小潘冲其他犯人几没弄眼 其他的犯人呢 也都笑起来了 一个两个的都开始逗弄起了老刘 老刘脸色铁青铁青的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袖子里偷偷的藏了一根千字笔心 那天晚上深夜的时候凌晨一点多钟 老刘翻身下了床 他斜对面的上铺 小潘打着呼噜睡得正香呢 房间里直勤的小岗注意到了老刘起身 但以为老刘是要去上厕所呢 老头起夜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也没太留神继续打起了哈欠 可老刘从厕所出来之后 没有回到床上 而是悄无声息的爬上了小潘的床 然后紧紧的捏住笔心 狠狠的扎向了小潘的眼睛 不知道是小潘命大 还是老刘年纪大了 眼花手抖 这一下子没扎到眼珠子 刺中了小潘的眉骨 没有刺进眼睛里边 小潘一疼尖叫着就醒了过来 老刘还准备捅第二下 却被小潘抓住了手腕 他把头一低 像是一头年老的牛一样 一头撞上了小潘 用脑袋顶着他 张嘴就咬上了小潘的胳膊 小岗这时候才如梦初醒 赶紧冲了过去 跟小潘一前一后 把浑身颤抖的老刘给拉了下来 老刘那时候已经糊涂了 只知道死死的瞪着小潘 两个眼睛里全是血丝 嘴里在那含糊的说着 不要欺负我女儿 我跟你拼命 我跟你拼命 后来因为这件事 监狱把小潘 以散播报复性言论为理由 加入了避接避送的特管犯名单 亲自送到了他老家的当地政府 跟社区矫正部门交接完成 要求当地政府 做好对他的刑满后 看管和教制工作 而老刘 无可避免的取消了 之前几年所有的减刑 出于对他特殊情况的考虑 最终监狱没有按照故意杀人给他定性 而是以违反监规纪律 以他犯打架斗殴的名义 大事化小 扣分严管处理 没有再给他额外加刑 再往后啊 北盲因为调离了监狱系统了 也就没再见过老刘 也没听过他的消息 算算时间呢 现在的老刘 也许早就 行满回家了